大家好,我是James 歡迎來到James澳洲移民生活 今天我想上來休息一下 去一個Brisbane以西的水壩 叫做Rivenhall 這水壩距離Brisbane是40多公里 我身處的位置是一個小鎮叫Fernwell 其實是路徑的 因為我剛開車時看到的牌子 就是對面紅色的牌子 我感覺到很吸引 我停下車子 我下來看看是什麼 我發現原來是一間餅店 我進去買一批吃 支持一下 自己真的還沒吃東西 很特別 我的感覺就是 不是靜英英的 而是有些人來這裡度假 有人故意停車 在門口買麵包 買批 很有風情 我後來就出來 店鋪附近 大家看到草地一望無際 原來這些草地已經被發展商 畫好位置 我們離開這個小鎮 由這個小鎮 一路去 大概是7至8公里 就可以去到這個水壩 天氣非常好 福和日麗 不是太熱 我開始發覺 沿路的車越來越少 發覺 對頭車是有的 但自己是向水壩方向 沒有什麼人 不理會 我們一直去 經過一段時間 其實路不是太遠 7至8公里 大概是十幾分鐘 到達 基本上 大家看到 整條馬路都是我 很多 隨便去 隨便去 也覺得風景很美 為甚麼呢 樹木 藍色的天空 令你出來休息一下 為甚麼 在城市裏 特別是現在的疫情 令你見到人 很害怕 不如來郊外休息一下 駕駛這條路 要小心 因為看到 對頭車 是靠中間的白線 去分隔 大家要小心去駕駛 是沒有難的 我們去到這裏 看到路牌 轉左 進來之後 我們差不多到水壩 這是我第一次來的 我來到之後 看到我的牌 心裡有點 心方方 為甚麼呢 他說 剛才那裏 閘 就是6點半 黃昏6點半 就會關閘 我看看手錶 我的車都停了 我的手錶 大概是 4點多鐘左右 我其實不是早上來 純粹來休息一下 我心裡有點害怕 為甚麼呢 萬一到時候 那裏閘了 我就大件事 我便被困山裏 由這裏去這個水壩 大概是 兩公里左右 原路 一輛車都沒有 我便開始 覺得 大家可以看到 遠處 應該是 湖 我便開始 擔心 為甚麼呢 沒有車 我心裡想 我可不可以前進呢 那裏 一場來到 已經差不多到 一分多鐘 看到那個湖 但是 就是害怕 如果有事 我便大領落 例如 現在車 如果跪下了 或是 有壞人的話 我便便 PK 所以 我心裡有點害怕 但是 純粹因為 就很想出來 休息 很想出來 曬太陽 一個人 就走出來 就是 駕駛出來 周圍 那樣 看到天色 很美的 那些雲 真的很美 我們現在 差不多 到了 小山丘 差不多 到 那 我 走得很慢 這條路呢 是柏油路來的 不是爛泥路 所以 也挺好走 但是 我有點擔心 就是 如果萬一 爆胎的話 真的不知道 那麼收貨 因為 那麼遠 也未必有車 來救到你 大家可以看到 沿路 也是 了無人跡 沒有人的 所以 我這次的旅程 都挺大膽 其實我覺得 我是做了一件 比較愚蠢的事 只不過 一時 心情到 就想出去 休息 那樣 建議大家 如果你來這個地方 應該是 和朋友 最好兩輛車 或者 如果有什麼事 那你還有另一輛車 去支援你 到了 差不多山頂 看到一個停 那我的車 也是很慢的 上去 那 終於到了停車場 下車 周圍看一看 我發覺 什麼人都沒有 什麼車都沒有 只有自己 我有點擔心 就是 我是 害怕 那 我們向前走 就去到一個 一個 就是一個 觀景台 我終於看到 這個 是很好的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 2011年 這個水壩 因為 要洩洪 當時很大雨 連續很多天大雨 洩洪 令到 下游 Britzman River 是 水災 就是 這個 如果大家可以 翻開 Google 2011年的 水災 你就知道 發生什麼事 右邊一路 直去 望遠望 那條就是 Britzman River 大家可以 可以想一下 這條 Britzman River 如果 水壩 如果 一放水的話 水會 噓噓噓噓噓 那當時 為什麼要洩洪呢 就是 滿了 蛇 如果你不洩洪 那條水壩會 白 如果水壩 受不了 災難 那我就 走走走 發覺不對勁 我走 那 那 那 走走的時候 還有一個 其餘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 迷路 那 一路這樣去 其實不是去都很遠 那 這個差不多片尾 但是 我告訴大家 我是迷路 所以 奉勸大家 如果 是 軟行的話 最好兩輛車 就不要單拖 非常危險 千萬不要學我 那 如果大家想支持一下 可以給個like 又或者是 加入我頻道 多謝 會 粉絲 然後 可以 保安